好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很快的我們就到了學習的末雅 今天這是我們這個演講的系列裡面的最後一個 通常我們會把最後的歌到最後一個 那我是所以會把今天這個演講排在這裡 我會覺得說 我們在上這個Open Source自由軟體的課 我們在Open的這個概念 它其實不是我們前面介紹 不只是前面介紹這些 Open Source的這些開類軟體的一些應用 或者甚至它的技術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最想要跟各位傳遞的一個概念 是Open的這個精神 所以這個精神我覺得比技術還要更重要 從這個精神延伸出來 我們可能有Open Source的軟體 也可以有Open Source的硬體 也可以有Open Source的硬體 也可以有Open Source的硬體 所以一切都是在Open 所以這個精神如果大家有的話 其實在很多地方 我們都可以不同的一些發揮 不同的一些應用 甚至不同的一些分享跟結合 所以我們今天把最後一場 我們留給這個 SEO高跟Wissey 這個主要他們今天講的題目 是關於Open Data Open Government 那他們實際上也在經營這個社群 那這個在社群裡面 這個我想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他們大概做了一些事 看他們的理念是什麼 那也希望說大家有了這個Open的精神之外 如果你不是對其他扣動有興趣的 你對一些社會議題有興趣的 尤其在這過去的半年 其實我們在上課的期間 我們也經歷過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這些社會上的一些事件 那其實你去想 有些東西如果說它是Open的 那這件事情會發生嗎 可能有很多人他會正面停在那邊看 那有一些這些我不喜歡 或是我們覺得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的 這樣的一些事件 可能就不會那麼猖狂 那這個都是Open的一個力量 所以我把今天這個 其實跟我們的生命 跟我們的環境 安全最有關係的 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們留在最後 那希望這個課程 能夠帶給你們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我們不是說只是坐在電腦前面寫什麼事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我想接下來 再請我們的Richard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享受 OK 嗨 大家好 那我們見面很多次 應該今天都是誰 我記得現在可以出去 很草廟啊 飄一下 對 那個 當然就是今天是最後一次演講 然後 要記得 再過兩週是什麼東西 OK 就是大家的這個 這個報告 所以說那個報告時間 我們還是有請到一些 就比如說像我啊 還有一些其他的 跟他一起聽聽看大家 分享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到時候 也希望大家 還沒有攝取參與 在這個短暖時間內 趕快 趕快至少要去做 OK 那我現在回過頭來 其實今天這場演講呢 看起來 Open Data OK 我想問一下同學 同學 大家對於Open Data 你覺得 你覺得 你不知道 你沒有 你對Open Data 一點都沒有想法 你不知道那什麼能舉手 你不知道那什麼 Open Data 每一舉就會被我點到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Open Data 好啦 那代表說大家都知道 那這個同學 你有沒有說 我該知道Open Data 你沒舉嘛 對不對 你看你們都這樣子 這樣不行啊 OK 大家要有參與感動嗎 不是說來上課 好像聽完課 然後覺得好棒拍手 然後就結束了 這堂課不是拍手課 就大家實際要下來做事 那簡單來講 其實Open Data 跟Open Source 它是有一個脈絡在的 那我今天其實請到這兩位 就是一位是CL 一位是坐在最後面角落 那位威士忌 看起來 對對就是 看起來好像還在做投影片的那位 好開玩笑 對 那就是其實 他們這兩位呢 在台灣的Open Data 領域呢 都有很多的研究 那其實Open Source 跟Open Data 算是議題的 為什麼這樣講呢 大家知道網路上 很多第三方程式 可以去取用 那如果是Open Source 你就可以 DSA Open Source License 之前我講過 然後去繼續用 問題是有些資料 你可能用了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想要拿一些資料去分析 那些資料在哪裡 你要跟誰要資料 OK 那今天呢 其實裡面 只有高會講到的7.1 這樣的一個社群 它就是想要把政府的資料給挖出來 如果政府沒有主動開放了 他把資料拿出來 但事實上資料很多來源 搞不好 其實像企業 私人機構 學校 等等 或是醫院 都很多的資料 那你可以去運用很多資料 來做為你的專題 然後比如說 像之前有一個 朋友是做Open Stream Map 那為什麼 Open Stream Map這個資料拿來 是大家去見出來的 OK 所以資料四處可在 你見出這個資料之後 你應該四處給大家都去利用 這台規模的Open Source的精神 而且這樣再利用的結果之下 等於說你不會說 你花了精力 然後做這個資料 收藏起來 然後也給人用 其實這就沒有Open的精神 然後也無法是 站在人類的肩膀 繼續往上走 所以說巨人的肩膀 所以講錯 OK 好 那總之就是 今天會分成兩個時間 那第一場 我們其實有私有的高 來介紹Open Data 跟7.0.1的部分 然後第二場就是 由Whiskey 然後來講 他在Open Data方面的一些經驗 分享給各位同學 那我們現在就 先歡迎我們的 老師也有高 我們 他做了一段 他做了一段 沒有怕我亂講 謝謝 亂講 謝謝那個 老師 然後其實還有 Ritchell 我覺得今天天空氣很差 外面 雖然有太陽 對不對 可是 好像 那個呼吸之後就覺得 鼻孔好像都黑了 就這樣 那事實上 這個是 呃 他毛主他有一個 他現在也有 Open Data的那個 就是 即時的空氣污染指標 比如說 那這個 因為我們上次有 做了一個雨量相關的東西 然後就有一個這樣 蠻漂亮的建築 所以 所以那天 也是大概三個禮拜前 我覺得 那天也是空氣很差 我就 大概 就大發的事情 然後把廢話做出來 可以看到 可以到台南 欸他好像是116耶 這是很大的一謀 很奇怪 總之這個 就是我們可以看 就是說他有一個 污染指標 他就會畫一個 很漂亮的那種圖 給你看 或者是 pn-10 他是一個懸浮為例 那pn-2.5 是更小的 對健康症的非常危害的懸浮為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子就可以 欸 健康症的要出門 高概來教室 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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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今天想要講的題目 是 open source open data open government 這三個 open什麼鬼東西的 那 我先做介紹一下 我是CL1 那 我蠻喜歡寫程式的 事實上我很喜歡寫程式 那也喜歡做一些 覆蓋運動 欸 這邊是資訊系的 可以舉個手 因為有外系來修 那 那 如果你還蠻喜歡寫程式的 手錶放下來 欸 有喔 還不錯 今天去交大好像沒有人 哈哈 OK 好 那我目前是在 一家國外的 一家美商 跟一家台商打工 就是 寫點程式 然後做一些 玩具開發的部分 好 那 欸 其實應該前幾年 這個好幾個細膩的演講 大家有稍微接觸到一些 Github有介紹到很多嗎 呃 這學期沒有特別拍Github 但是大家應該聽過的 大家應該都聽過Github 對不對 那就是 呃 現在大家會講說 Github其實就是能於力調 所以大家去 軟體 在國外 軟體的世界裡面 如果現在去求職的話 很少一次會去 呃 去104或是什麼地方寫一個努力 好 我也是說 就是把我的Github的連結丟出來 讓大家看說 我參與過哪些專欄 可能我有些東西是我主導的 或有些東西是我去送patch修改東西的 好那像 因為Github本身這個網站 它也提供一個open API 好所以別人就可以針對 所有人在Github上面的資料做一些應用 好那像這個發覺叫做 open source deport card 你只要把你的Github的ID輸進去 它就會跟你講說 喔 你看誰的behavior很像 你都是做什麼語言的 好然後你平常 呃 寫程式的時間大概十幾點 你可以看我真的還蠻喜歡寫程式的 禮拜一到禮拜五 然後 呃 早上 中午到半夜三點 都是我密集工作的時間 好 那 呃 那其實因為我想今天這個主題 可能有點不一樣 比較廣泛一點 但是我想要先談一下是政府這件事情 這個 我覺得 不過大學生可能 忙著寫功課 或者是去玩 可能沒有時間看連續續 這個是真話 好 大概三百年前的時候 好那可是 你可以想像那個時候是 你沒有 就是在那個時代的政治 你是沒有辦法去想像 民主這件事情的 好 何況是說 女人可以投票這件事情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最常只能在空平面鬥爭 好 那所以 其實我想要 讓大家去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說 呃 大家 對政府這個概念聽起來 可能 如果你還是學生的話 會覺得很遙遠 但是一旦畢業開始繳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件事情 跟你蠻有共襲的 好 因為你繳稅可能 會被花在幾怪的地方 好 那所以 我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想像說 因為三百年前 你可能很難想像今天是什麼 我們可能很難去想像 三百年後的政治的體制是什麼 好 可是我們可以隨便開始亂想 就是科幻想說 就會這樣 好 那有哪些可能呢 是不是說 它是更透明的 也就是說 如果政府現在在進行什麼project 或是外面在撲馬路 或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立刻用一個手機 或什麼 又可以查得到 哪一個地方在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你是不是可以去參與這個政府的運作 譬如說 你可以很容易的回報說 哪一條路真的是該修了 很不平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 政府正在討論一些 譬如說服貿協議 人民的聲音怎麼樣 被傳達進去 大家如何理性的去討論 那還有就是說 民主這件事情 它是不是有一個更新的樣貌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投過票 可能大家更年輕了 可是 我們現在投完票 可能就是四年之後 你再投一次 那中間你可能就不管 這些被選出來的人做什麼事情 可是實際上 它是代表你的權利去做事情 所以 其實它做的事情 是你賦予它的權利去做的 好 那這個是為了解決 我們用直接民主的話 就是沒件事情 所有人都要決定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上學 沒有辦法工作 就是我們都要參與所有的事情 很難怪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我們就有代義的證實出現 那但是當你代義的這個人 代表你的意見 但是他又 他有時候做出來的事情 可能跟年間又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 把這個權利收回來的 那在現在 可能科技比較進步 空學比較發達 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可以做這件事情呢 那像其實在 德國跟 跟義大利 他們有做出一些這樣的實驗 就是說 我可以針對議題 去把我的權利收回來 那我等一下 有時間的話 我會多講一些時間 所以我想 就是說 在這個開始的時間 大家可以一邊想想看說 你覺得政府運作有什麼可能性 好 那我們先拉回來 講一下開放原碼這件事情 開放原碼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 就是 在現在應該比較不大需要介紹 就是大家就是會只看到說 有很多的程式 或是說有很多 譬如說你的 你用的 比如說格階系 Franorbox或是Chrome 他們Based on 一些 open sourc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那其實開放原碼一開始的時候呢 只是說 我是一個喜歡寫程式的人 我解決了一個問題 那我希望我把這東西分享出來 讓其他遇到相同問題的人 他不用再花力氣去解決這個問題 再重新做一次同樣的事情 好 那一開始這個分享的精神 其實散開出來之後 變成是說什麼呢 因為我要解決問題 可能跟Richard他要解決問題不大一樣 那他可能 就可以把我的程式再修改一下 變成同時也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所以有類似問題的人 可能就可以共用同樣一個東西 然後慢慢的讓他更完成 然後可以解決相同的 就是大量類似這樣子問題的東西 都可以用同樣的 我們收入人解決 那所以其實他一開始只是分享的概念 但是他後來變成了一個集體 集體創作集體參與的一個社群的文化 所以在以前來講的話 你很難去想像說有一個軟體 他有什麼叫 有6萬個人在看這個軟體 可是事實上現在是有這樣 就是在其他的上面 這個Hoodstrand這個project 他是有6萬個人在關注他 好 那而且 就算是在現在 就你很難去想像說 有一個軟體他是 有400個人改過他的code 你要在非常非常大的公司裡面 才有可能發生這件事情 但是 我覺得應該也是滿難的啦 因為大公司裡面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部門 或是不同的component 你真的有一套軟體 他是有400多個人一起改出來的 那可能就是很少 但是在open source的圈子裡面 這件事情是還滿常見的 那 所以其實 在open source的開發有點像是說 大家應該都有用過那個google doc 就是你可以同時 好幾個人一起編輯文件 那 就是說有點像說 我們在這個文件上面 同時有好幾個 你可以看到 音樂上有好幾個不同顏色的游標 那這些游標 就是每個人 他同時都可以去改 改這份文件 所以這份文件 是不是很容易的 變得 比較快 可以變得很完整 那軟體 就是有點像是這樣 開發的概念 就是說 我在修改我要完成的功能 同時間他可能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他去implement另外一個部分的功能 那所以 他同時就可以讓 就是有四五個版本同時在運行 然後呢 在open source的文化裡面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機制去找到說 大家最後覺得哪一個東西是 就是說 如果大家如果我和他的功能兩個是拆開來的話 大家可以直接放在一起而並 那但是有可能說 我們是有點衝突的 我可能覺得要解決 問題要用某個方法 他可能覺得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那 所以在open source的文化裡面 就有一套 即使去解決這樣的爭議 那爭議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這個軟體可能就變成兩套軟體 那所以 這樣子的開發文化 就是說 其實裡面是蠻多元的 那 他已經從 就是說 從 單純的軟體 軟體 然後 一大堆人在開發 那 這個軟體開發的社群 他已經 就是說形成了一個 一個很巨大的生態圈 那 怎麼叫形成一個巨大的生態圈呢 就是說裡面可能就會有一些商業的服務 譬如說 Github這樣的公司 Github這樣的公司 他基本上 他做的事情是說 讓大家把open source的發文放上去嘛 對不對 那但是 他如果你是一個private 就是你是一個公司 你想要放你私有的 私有的程式上去的話 也是可以的 只是要付一點點錢 那 他有 他在Github上面有300萬個user 那這些人可能 這些人是學生 或者什麼 那當他進到我們這些公司裡面 他就會被問 然後用 他就會說服公司說 我們是不是用這個東西來協同公司內部的開發 所以Github是一個非常非常賺錢的公司 那 基於這個上面呢 又有其他的公司去提供 開發者這樣子的一個生態圈的一些其他服務 譬如說有人做自動測試的公司 像Trivers 好那 他聽過服務師說 你只要把程式碼丟上Github 每次你修改的時候 他就幫你炒測試 好那 那我們知道測試對軟體的頂值非常重要 測試過的話 那什麼都不用說 所以他就幫你做一個 就是說 這叫continuous depression 你一改動 他就幫你看你做你是不是改壞東西 所以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什麼經驗 有說寫作業寫一寫 本來都會動啊 結果要教的前一天想說 改一個什麼厲害的好了 結果就整個爛掉了 對 所以就是說 在 如果你用了 Github 就是你如果用了 depression control 這件事比較不會發生 那如果你用了相當場的 就是持續性的測試的話 你每一次改一個小小地方 他就幫你測 那你就立刻可以抓到說 其實我是什麼時候把它改壞的 就比較快抓不到 那同樣的 他也是提供所有的 或是所有的安全免費的服務 但是如果是商業公司裡面 自己也想要用這個很方便的 連續性的測試服務的話 他就自己也收一點錢 好 那其實 在opensource裡面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人來貢獻 那每一個人可能他只是 修一點點小東西 那修一點小東西可能是修文件 修一個小大人 或者是回報一個問題 或是講一個小祕訣這樣子 那 他重點說在opensource的community裡面 每一個小東西都是可以被人機起來的 他都會最後變成程式碼的一部分 或是說文件的一部分 所以 其實 像 其實在十年前的時候 有很多opensource的conference 那他的就是 在那個conference裡面 其實大家就會開始吵架 說opensource這個模式到底行不行啊 就是 怎麼會有人把程式全部丟出來 然後 不知道所有人都可以用 這個模式到底在搞什麼 是共產主義保證 什麼東西 那 其實在今天我們已經很少聽到這個爭論了 因為 各位可能熟悉應該都是iPhone 或者是 或是Android 有沒有人是用別種 好 我知道還有這種考慮嗎 Windows Windows 好的 大家知道 Android其實是Base on Linux iPhone iOS其實Base on BSD 所以 如果說 有接觸比較早的opensource的一些玩家的話 就是 那個時候其實很多人是用Linux和BSD 那 在那個時候 你如果 跟他講說 十年後 作業系統的戰爭是Linux跟BSD 他一定會覺得你是神經病 可是事實上現在就是這樣子 好 那 所以 就說 就連這個十年前我們要想像今天這個樣子 都已經 是蠻困的 好 所以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 怎麼講 放 放 就是還是讓你的想像力到處去 隨便想說 之後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隨便開始亂出 像這一位是世界的 世界上第一位程式設計師 他是女生 他在這個18多少年的時候呢 他就寫了第一個程式 好 那其實在他那個年代 就是說 他寫程式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 你要在卡片上面打洞 然後丟到一個 跟比這個房間還大的機器裡面 然後他就會一步一步運算去結合 所以 在那個時代 你可能 他不可能想像得到 有一天是有400個人同時在打洞 然後丟到一個 可能比這個桌子還小的一個機器裡面 就可以達到他當年的事情 所以 所以就是說開放的運作方式 其實並不是一個很 很直覺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做open source的人 就是說覺得這個是熱心常態 但是當你跟一個寫文章 寫文章的人 去講說 你可以先把大綱寫出來 然後丟出來 其他人會幫你完成 就是他不會接受這件事情 就是說open 把事情全部open出來去做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完成 它並不是一個常態 但是我們在open source的圈子裡面 看到很多這樣的可能 可以其實可以非常有效率的達成 非常多的目的 那 那其實我們剛剛其實有一範例 十月十號有一個演講 它是 應該是歷年來我聽眾最多的演講 大概有十萬人 就是在那個 在立法院前的那個 那個1985的活動啊 情緒劇裡面這樣 那那個演講的講稿 其實是 就是像我剛才 先貼一個大綱 然後大概有十幾個 一起把它完成 然後就是 然後 預演了一次 就是我們用google handout 線上預演一次之後 然後大家再 就是說看 欸覺得哪裡不好 我們再一起幹 所以那個講稿其實就是 十幾個一起完成 它有點像是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open source 開發的方式 因為我們的全文內容 最後也是用open license的方式 用CC釋出 所以這是一個 比較奇怪的範例 但是它也是open source精神的 一種實現 再講一句說 其實大家 應該寫多頁都會看到VTDR 對不對 那這邊有沒有人 真的去寫過VTDR的內容 去改過它的條 有 欸 還不少人 大概四五個人 OK 那我們通常 我們講到VTDR都會講說 它是一個所有人都可以去改的百科全數嗎 好 可是我們比較少講的是說 就是說 它這個內容 也是可以讓所有人都再去利用的 好 可是你要仔細想想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內容 不是一個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內容的話 可能就不會有那麼多人想去改它了 我就說 你沒事 你不會想去幫大英百科全數改內容嗎 雖然 就算他今天open一個界面給你 好 那這裡有一個範圍叫做台灣大百科 就是 好 你沒事不會去幫他改 因為他還要審核 他還要幹嘛 好 那所以 所以VTDR 那什麼叫做它的內容可以再被應用呢 呃 舉個例子就是 這是一個你私人上面的專案 就是說 如果你的VTDR page是一個 有包含很多時間的事件 譬如說這個是前陣的那個假遊事件 的話 它就把你畫出來 下面有一個漂亮的時間軸 然後你就可以看說 欸 幾月幾號它的發展怎麼樣 誰爆料什麼東西 然後 然後 誰不承認什麼 然後最後又承認 你就可以在上面看到 它這次 它的 就是說 使用這個開放的內容 你就可以做出很多這樣的應用 那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open streaming 上個禮拜 上禮拜 有介紹嗎 呃 那open streaming 它在 就是有點像wikipedia 其實它 要被編輯 其實共同編輯的內容是地圖嘛 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上去改地圖 那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呃 是開始台灣的樣子 只有 呃 就是只有那個 海岸線 然後 經過一些人的武力 它其實 增長的蠻快 現在這道 也常常豐富 剛才看到我同學在改那個 陳納消滅的building 那這個其實 其實非常好 就是因為 你去各 如果說會去大學練習 然後去大學的話 去看那個google map 它上面不會有那個學校裡面 每一棟 每一棟的名字 那可是open streaming的話 幾乎都會有 因為各個學校 可能都有熱血人士 把它畫出來 好 那 那 那同樣的open streaming 它很大一個重點 好 就說 一個面相是說 你可以去編輯它 那 另外一個是說 你也可以用上面這些 成千上萬的人 編輯出來的結果 去做各種奇怪的應用 好 那像這個是它的wikipage 它有講說 它上面有哪些應用 有一些是 譬如說 做一些3D呈現的 或者是 我有看過一個還蠻酷的是 在德國 他們 他們把 就是說 我忘記哪一個都市 可能是木尼黑 它把那個都市裡面 每一個停車格的費率都飆上去了 所以它就可以畫一個很漂亮的地圖 說哪邊停車比較貴 哪邊停車比較便宜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再下一步的話 這個市政府也許它可以把 即時的停車資訊跟這個連結在一起 那你就變成有一個停車稿的系統 就是說你現在要去停車的話 你就跟著這個步驟走就對了 好 不然就是它其實 就是因為它是open的content的關係 它其實有更有很多很多的利用 那可能時間沒有辦法第一介紹 你大家只要看右邊這個手把 它很髒很髒 你就看不完就對了 它有很多很有趣的利用 那所以其實 我們只是去想說 Wikipedia或者是 OpenStream 它其實就有一點open data的概念 它就是open data 因為它裡面的那些資料 就算Stata 它用open的license 還有開放的格式 提供你開放的API 你可以去取用它 做出各種習慣的應用 那就是open data很重要的一個點 那另外一個點是說 當data是open的時候呢 其實比較有 讓大家去參與的可能性 像open stream map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去畫地圖 那如果說其他的data 大家是可以共同的去協作 譬如說 因為中國前陣子跟我們一樣 那個空氣無量也很重 就有一個很熱血的人 他已經做了一個 就是空氣汙染 懸浮微液的地圖 然後呢 他就好像同時 還有另外一個發覺 是說 你怎麼自己做一個 空氣懸浮微液的sensor 那所以到時候他們可能就把它 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訂購一個便宜的sensor 在家裡偵測 然後大家自己把那個資料上傳上去 然後就可以畫一個更密集 更更 detail的地區 好 那這個是之前通常講到open data會提到的一個範例 就是 內政部他有 他有推出一個10下登入的服務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哪裡的房子 成交價是多少錢 那所以這個就可以做一些呈現 因為內政部的那個網站他 比較兩村一區一里一區一差 那之前就有人做了一個比較漂亮的呈現 他把一區一區的那個房價 然後就平均起來 所以就可以明顯的看到說 房價在哪一邊比較高 然後到了哪一個區塊 就稍微會這樣子低 好那但是這個 這個 呃 一開始這個project在做的時候 其實內政部的那個資料是沒有open data的 也就是說他只有提供一個網頁 那所以 厲害的人就會把它抓下來 就顯然是把每一個每一比每一比交易的內容抓下來 然後把那個就是road data變成一比一比的資料 然後再做這樣的呈現 好那到應該是八月以後吧 他們他們終於把資料變成開放的 就是說你可以直接去下載一比一比的CSE檔 那可是他授權可能還是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不過這個人家在說好 他那個人在背景 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這個變化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就是說只要我們 我們 內政部新的這個資料 出現了之後呢 那要做出這樣子的應用 這一類的應用 就變得非常的快 因為你不需要去 去解析這些資料 所以另外一個應用是 有一天 我們看到一個荷蘭 阿姆斯特蘭的一個 他們的 他們有一個VARC的組織 他們做了一個地圖 就是說阿姆斯特蘭上面的這個城市 哪一個部分比較新 哪一個部分比較舊 所以你可以想他 他需要的資料就是什麼 就是 每一個Building的樣子 然後 其實不見得要這樣 他們只要點位就好 每一個Building 還有他建 這個Building 他建 就是建造的時間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看到這個時候就發現 其實這個材料我們都有了 因為這個門牌地址 對應到 晶瑋路的資料 我們有了 然後建造這個資料 欸我們有了 但是建造這個資料 目前是Opandata 是用機器人暴力把它抓下來的 好 所以這個就可以立刻變成一個 還蠻漂亮的圖 大家可以看到 右上角這邊是內部 台北的內部這邊 他就 他每個Building 幾乎都是白色 就是非常非常新 最近十幾年在蓋的 所以 那 那我們講到Data 其實我們除了取得Data 做一些應用的時候 通常我們就是有點像 OpenSource 你也可以做一些回饋 如果Data內容不正確 我們也可以去修改它 就是告訴上游說 欸這邊其實不對 那所以 這邊有一個範例 大家知道 有一個字典叫網點嗎 它是一個把教育部的規矢點抓下來 然後你可以在手機跟網頁 通通都可以使用的一個字典 好 那它上面有很多奇怪的功能 主要是 它的使用方式還蠻方便的 每一個字 它的內容 你的話屬提上去 它就會跳出 那個字的解釋 對 好 那 那 這個project一開始 其實是 一個住在美國的Google工程師 他可能想要教自己小孩中文 所以他就覺得教育部的那個 詞典的介面非常難用 大家如果有上去查過的話 就會知道那個詞典的介面 就是 很奇怪就對了啦 就是 用了一陣子之後 他就會說 欸你太久沒使用要把你登出 就 欸查字典怎麼不用等了 那 那 好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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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整個project其實 它是把這個詞典抓下來的 好 在抓下來這個時候 其實它的內容還不是公開授權的 好 那等於我們就是用 合理使用的方式來說 欸我們需要一個漂亮的 比較好用的詞典的介面 讓大家可以學習 好 那 事實上這件事情其實也 就 間接推動了教育部去推 去讓這個資料的授權更明確出來 所以一定都是快要定案的 會用 也是會用CC的方式授權出來 好 那這個東西在開發的時候 大概是 應該是 怎麼看 應該就是大概一年前左右開始了 好 那 它一開始就是 就是國語4.0 那後來就慢慢加上了 閩南語啊 客語啊 所以其實各種不同語言之間 你可以查到說 同一個詞在不同的語言怎麼幹 那有一天 有一個 台語講得非常好的法國人 他就說 這個實在太酷了 然後 他就莫名其妙的送了一個很大的patch 然後突然這個詞典 他就會 英文德文跟法文 所以 所以 大家如果在手機上抓下來 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 用 它這個裡面實在太厲害了 昨天看到一個 還有什麼 浩瀉 什麼 浩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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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昨天有人轉貼 浩瀉 就說 那個日日光 海放廢水 跟政府台灣是浩瀉 它就引用這上面的這個定義 然後呢 我就查浩瀉 天啊 下面居然有英文的定義 超厲害 再來 那其實教育部在前陣子他推出了一個活動 叫做詞典準目標 就是說他說 其實他這個詞典你不要看他 就是很難 他雖然很難用 可是其實他的內容他的課題非常好 教育部是持續有在花錢去更新這個詞典的內容 而且他蠻多詞條都有真人發音的錄影 包括國語跟客語跟米南語都有 所以他其實他的內容是非常好的 那他發起了這個啄木鳥的活動是說 因為裡面其實有一些東西很老舊 那希望就是說用群眾的力量幫他們抓錯誤 好像他有一個比較有名上新聞的詞條是說 有人講說現在不應該講單身公害這個詞 因為以前是講說是女生然後... 那現在可能就有一個騎士 大家覺得是一個騎士 那所以有人就送patch說這個詞條應該不出 那這個詞條 這個竹木鳥的活動呢 他總共收到了大概五千筆的patch 就是大家說建議怎麼修改 裡面可能是內容或是新增的詞或是怎麼樣 那其中有四千筆是從母典這邊送出來的 所以就高達八成 這位高達八成的日本人就提醒了 那怎麼做到說有這麼多詞條可以快速的讓他找到錯誤呢 其實我們寫一些程式去比對說 如果有兩個詞點裡面的詞 他引用了同一個出處 但是他的內容有點像 就是他引用的這個譬如說這邊是水到哥頭 那有兩個詞 有兩個詞的說明裡面都引用了水到哥頭的內容 那引用的那句話長得非常的像 只有一兩個字或是高面法不一樣 那要表示什麼 那是說可能打錯了 或者是可能它是異體字 然後它兩個字在裡面選用的那個字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介面呈現出來給User看 然後你就可以選說 我覺得是A還是B還是無法判斷 還是兩個都不對 其實是第三個判斷 那所以最後就會產生一個像這樣子的patch 然後大家review之後就可以 會整起來送給jov 那所以因為這個是放在網路上 然後一個非常簡單的問句的問題 我們就有點像可以很容易的用crossword 找到大家幫忙 所以大概有一千多個詞條 然後讓就至少每一個詞條都有五個人看過 然後最後才送給jov 然後說有三個人覺得是這個盤斷 有兩個人覺得是那一個 那所以就 其實變成說我們幫它修正滿多的資料 然後就是也覺得這樣還不錯 是一個特殊的政府對政府關係 因為我們是臨時政府 好 那歷史政府這件事情 接下來講到就是它到底怎麼開始呢 其實是去年 呃 五月的時候 那因為 從我一開始有講說 我還蠻喜歡戶外運動 那那時候我們在放假 然後就開始 從事一些 戶外運動 就越來越激烈的 然後去玩飛行賽 然後呢 就發生一點點小意外 那所以 我現在 我現在的脊椎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大家戶外運動都小心 好 那那時候在醫院大概三個禮拜都躺在床上不能動 就是不能起來 你就是要躺平 但是 身為一個非常喜歡寫程式的人 就是 在醫院還是要寫程式嘛 好不過大家如果可以不用住院的話 還是不要 不要 好 那其實這是第一個原因啦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我就沒辦法出門玩了嘛 那所以就 反正就整天都在加一系層次 看可以做些什麼 什麼新花藥這樣子 好那第二個 第二個原因其實是 去年10月的時候 有一天突然看到一個廣告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廣告 有嗎 茫然 不知道就是 就是 他簡要的內容就是說 政府說 我們在推 因為大家覺得經濟不好 他們要 推升經濟動能 要 就是想辦法促進經濟班 讓大家 覺得可能 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可是他的廣告內容就是說 基地內容就是什麼呢 這個內容非常的複雜 你們聽不懂 然後 你不要管政府在做事情 至少我接受到的訊息是這樣 就是說 政府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做事情 你們不用管 內容是什麼 那身為一個喜歡 open source open的精神的人 就會覺得 這個不對啊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我應該讓大家來評斷說 這個內容是什麼 好 那不然的話 其實我看到的內容是 最近正在加速燃燒中 那各位可能還沒有絞碎 就對這個沒有太辣的感覺 所以 呃 好 那 就因為這樣 其實我們那時候 是在參加一個 Yahoo的Hack Day的比賽 本來是要做一個 e-commerce相關的 的專案 因為看到這個廣告之後呢 我們就想說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政府的錢到底怎麼花的 好 所以 我們這個team 就做了一個 中央政府總預算的視覺化 好 那 他做的內容其實是 就把 主計數 裡面 每一個單位的 每一筆預算 通通都抓下來 然後變成資料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 好 那像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呈現方式 他 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把每一筆預算 變成一個圓圈 那圓圈大小 當然就是這筆錢多大 好 那圓圈又有顏色 顏色什麼意思呢 綠色的表示比去年還要多 紅色的表示比去年還要少 好 然後你可以按照 這個主管單位 譬如說是國防部 或者是這樣的分法 去讓他打在一起 或者是說你可以按照正式點 譬如說是關於交通的 因為交通可能不是交通部而已 還有其他單位還會做一些事情 好 那上面 就可以 那滑鼠移上去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筆預算 他去年 就是他歷史上他的變化是什麼 像之前的範例是這個 國立大學校園教學與嚴重補助 可能就是我們這個經費的來源 是嗎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說 其實是有逐年增加 增加速度減化 好 那另外你就可以再去看到說 他佔所有的教育的百分比是多少 好 變成是有一個快速可以讓你去 有一個總覽的一個方式去看待我們的中央政府做的預算 好 那其實我們講到政府 政府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政府他其實是一套規則 然後他根據某一些資料去決定他這個政府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他必須根據他已經訂房的規則 好 這簡單來講就是所謂的違法案 就是我們法律規定政府要做什麼事情 他就要做什麼事情 好 然後他是由一群人去執行這個 那其實各位仔細想看 這個其實有點像一個程式 就是說政府要跟依循的這些規則 就有點像是我們寫好的code 那寫好的code他 就是code就寫在那邊啦 所以他要被執行 他要被運作的時候 他就是根據這些規則 就像電腦就是根據你寫好的程式去執行 然後你給他的input是什麼 他就做相對應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想要這個想法的時候 就想要了解說 那其實在政府裡面寫code的人是誰 其實就是在立法院 立法委員或者是政府 他們會去修改他們應該依循的法令 也就是他們依的這個法 他們自己可以修改 那所以就從立法院的資料 就把它抓下來 變成可以這個 顏色有點淺看不上清楚 就可以稍微有一個總覽就是說 一個法案他會經過什麼樣的流程 最後才通過 譬如說他可能是由政府 或者是立法委員來提案的 或經過一讀 然後進入委員會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最後可能是到現在還不處理的 所以我是可能三讀 三讀之後可能會被翻案 被複譯 那所以 其實也是一個總覽 就看到說 其實我們國家 或說我們的政府這一個software 如果政府是一個軟體的話 他的程式是怎麼被寫的 怎麼被規範的 那前陣子有一個蠻熱門的話題 是這個民法972的修正案 就是說我們今天可不可以結婚 那這個議題其實引起了非常巨大的討論 在網路上或者是實體的生活也有遊行 那很多的裡面的一些 反對這個修正案的一些論點是說 他會造成 什麼 不知道 人獸腳亂倫還是什麼 就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就是 那我們不是很希望看到這件事嗎 可能 可是仔細我們如果去看 這個修法的提案的內容的話 那其實你會看到說 他的內容很單純 就是把男女兩個字改成 不分別形象形 這些 然後 他其實條文很長 他是把 基本上就是一個finite replace 把這個內文裡面 所有講到的男女 或者是夫妻的地方 換成雙方 或是配合 那比較有 以下的改變呢 是 這個 本來規定是未滿 男生未滿17歲 女生未滿15歲 未滿 畢竟婚姻 那後來變成兩個都是17歲 好 那 所以這個其實在立法院裡面 每一個被提出的修正的法案 或者新的提案 他都有自己的內容 那這些內容 目前是在PDF檔裡面 所以 那PDF檔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沒辦法去share這個連結 跟他講說 你可以看這一條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資料 從不抓出來 讓每一個提案 都有一個自己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裡面 就會有他的摘要 就是說 他裡面到底在修改什麼東西 那所以 如果有 之後還有像 剛才講到的 這個 972修正案的這個 討論的時候 大家其實就可以 比較根據 這個提案的內容 他的事實 去討論 就是說 在講一些 可能跟上面無關的事情 那通常是在立法院的話 其實他們 平常除了吵架之外 還是會做一些投票 那我們就把投票結果 也視覺化出來 那就可以比較明顯的看到說 因為當這個投票結果都是文字的時候 其實 蠻難閱讀的啦 那我們就把它視覺化出來 這個 這個提案 是三組合勢力專案 他的贊成跟反對其實是差兩樣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左下角的一個人 後面這樣 大概這樣 可能是因為想到選舉 OK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 關於立法院的一些 資料開放 應該不能把他正式開放的資料 因為我們把它開放出來 而不是他自己開放的 好 那這些事情 可以 接下來可以做什麼 就是說 我們其實如果 有比較好的 國會的監督工具的話 譬如說有一個系統自動幫我們監督 關於某一個主題的提案 當他有變化的時候 就通知誰誰誰 就做一些其他的動作 好 那可能 我們就可以比較早的去參與 呃 譬如說 各位知不知道 有一個會計法合的修正案 他是 呃 本來其實他是提案 幫某一位立委 就是可以免除 免除這個 就是亂暴障的行者 好 那 可是這個 這個東西後來炒了很久 變成是說什麼 呃 大學的教職員 是不是同樣適用這個 法裡面 那最後三讀通過的時候呢 他又說裡面少了一個字 反正是 教職員 然後變成職員 所以教授不適用 但是職員適用 所以教授 如果不然爆炸 會被轉 哈哈 但是這個 這個提案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有問題的內容 因為他裡面講到的是說 民國某一年以前的事情 才不算 好 所以 就是說 但是 這個提案已經被提出來 大概一年多之後 才通過 但是 直到通過的時候 才開始有人討論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個 比較好的 可以自動監督這些事情的東西的話 那 同樣我們可以讓 這個 大家去看這個內容的門檻降低的話 可能就可以 減少這樣子 莫名其妙的事情發生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新聞上會看到說 某一黨的黨編 他幹嘛幹嘛要求的黨員 幹嘛幹嘛 那其實 在英國有一網站叫做 他其實他的想法是說 其實人民 公 就是鞭子的意思 就是黨編 他其實 他意思是說 人民其實才是 才是 才是應該是那個 國會議員的黨編 應該是我們叫他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網站上面就是幫你對應說 某一個提案 他是對應到哪一個議題 某一個議題的正反面 因為這有點複雜 就是說 我們其實如果存從立法院的資料 你很難去立刻看出來 哪一個立法院他是支持核四 或是反對核四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投票的那個標的內容 可能是刪除核四預算案 或者是通過核四預算案 它兩個是相反的 所以這個網站他的作用 其實是說讓大家去定定說 OK刪除預算的是反對核四 然後通過預算的是贊成核四 那有這樣子的mapping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反推回說 哪些人針對議題的投票之後 他怎麼樣對應到實際上的議題 他的支持或是反對 那所以大家知道這些立場之後 你可能就可以對這些人施壓 或者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大家至少比較了解的 也不是說這些投票的結果 或是說他們的立場被埋在 立法院的巨大的PDF裡面 那前陣燈看到一個很有趣的project 它叫做 就是謝謝各國的憲法比較 它等於把所有各國的憲法 都放在大家配置裡面 然後你可以快速的查詢到說 針對某一個議題 譬如說 女人在這個國家有沒有一等的權利 你可以快速的索引到說 哪些國家有哪些國家沒有 好那他同時也做了就是說 因為憲法常常會改改去的 修正它有什麼東西的 那他同時也做了就是說 哪一國在哪一年改了憲法 改了什麼內容 所以你可以 那這是他的一個overview 你可以快速的看到說 最近修改憲法 或是最近反憲法改掉重列的 是哪些國家 那像這邊列出來 它的那個藍色的bar 比較深的 比較大根的那個就是 砍掉重列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芬蘭和瑞士都在2000年前 一點點的時候 把憲法整個砍掉重列的 而不是修改而已 所以還蠻有趣的 因為之前你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其實一開始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目前的政治體制 是一個代義的方式嘛 你就選說誰代表我們的意見 好那但是 這件事情在 大概是從西元前五百年就開始了 所以大概有2500年的歷史 蠻多國家的體制是 就是一個 你選人代表你的意見 這樣子的方式去運作 好那當然 2500年後 我們現在也有網路了 也許這件事情 可以有點不一樣 那所以這個是 在德國他們有一個 叫海盜黨的政黨 他們就想要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針對 當我們的票 是不是可以針對議題 而不是針對人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關於自由軟體的事情 我都相信Risha 那如果 就是 我不自己表達意見的話 他就有我那一票 那所有是關於自由軟體的議題 那他就代表我們意見 除非是說 我發現他突然瘋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大概不收買 還是怎樣 我就可以隨時把 道抽回來 然後 投我自己想要投的 關於這個議題的選項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 這個是一個 很有趣的想法對不對 就是說 我可以 在他都正常的時候 我都相信他 只要他瘋了之後 我才把我的票拿回來 所以他們在做這個實驗 那其實也在政治上取得一些成功 那甚至在意大利的 他們有一個五星運動 這個運動他一開始就是 他其實只是一個反對 就是 有點像一個 一個賭爛政治現況的一個運動 他其實一開始沒有提出什麼政見 就是 他們那時候的一個 聚會叫做V Day 那V其實就是 勝利的意思 然後 然後其實在意大利文也是Fuck you的意思 所以他們就是 一個巨大的賭爛的聚會 然後一開始 那個實在太好笑了 就是 他們的那個領導人 是一個 搞笑 搞笑明星 所以他就很會演講 然後就到處去 去 去 去演講 然後讓大家去 去說 你們就是覺得現況怎麼樣 那就支持我們 結果莫名其妙 他們居然成了國會的第二大黨 所以 所以 那 成為第二大黨 他們就必須要做一些決策 所以他們現在 引入類似這樣的系統 然後讓大家看怎麼樣能夠從 從公平的力量 然後去 去讓大家 用新的民主的模式去達成一些共識 好 但是因為這個系統 它是 一開始是德國人設計 那 德國人設計的東西 有時候比較難用 你可能要先看過 使用手冊之後才會使用 所以這個建議不是很討喜 所以我們也有人在想要把它變得比較好用一點 然後甚至重新設計整個討論的機制 那 那 講到那麼多 其實 最近 因為有這個臨時政府的這個project 大概一年前開始 那常常被問說 這個臨時政府是反政府組織嗎 我先不回答 若你啊 其實一開始想法很簡單 不是 不回答 不是 不是承認 一開始其實想法 就是大家知道政府網站是GOVTW 對不對 就是 大家雖然可能常看的是 可能氣象局吧 CWD 對不對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如果把這個O換成0的話 做一個0的轉移 那 那 政府網站就突然變得很好用的話 那不是很酷嗎 對不對 好 那同時其實我們放這個0 也有 從0去思考政府的一個想法 欸 這邊有人平常會看報紙嗎 有啊 有的話請舉手 欸 有耶 欸 好耶 好厲害 好 其實 大部分的人 可能跟我一樣是不會看報紙 可能接觸資訊的來源 是 是網路上 那可能他是傳統媒體 可能是朋友 朋友 社交網站上面有看到的資訊 好 所以比較不是 在傳統上被 強迫 推東西進來的 那 其實這個時代 就是我們用數位的方式去 獲取資訊 好 那所以 其實數位時代可能 我們也可以從 這個角度去 統一思考政府可以怎麼運作 所以這個0也 公司代表0與1 就是要數位的一個時代 好 那 實際上來說的話呢 嗯 為什麼有記憶之列 大家可以想像 這邊有三個圓圈 然後互相重點 這是一個 meat diagram 就是說 如果 如果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開任模式的人 就是說你喜歡的話 你做完就分享出去 讓他來共同 improve他 讓他變得更好 好 那你又是一個行動主義者 就是說你會真的去做事情的話 那你就會去做 pre-software open source 自由軟體 這些東西 好 那如果你是一樣 有派源精神 你喜歡分享東西出去 那你又有公民精神 你想要參與很多公眾事務的時候 那你就會去做群眾 你可能就會去編輯Wikipedia OK 好 那如果你是一個有公民精神 希望大家的事情 由大家來決定 那又是一個行動主義者 你可能就會去添加私人版 去推廣一些 推動一些法 或者是 做一些 讓大家更了解一些議題 深入了解一些議題 所以其實 平時政府 我用G001 比較 滿像是說 這三個東西的一個 一個集合體 就是說 大家用藍體的方式 用協作的方式 然後去 推展一些社會上重要的議題 那 呃 大概 我們大概一年 一年左右了嘛 但目前 我們主要的 就是 溝通場地 是一個聊天室 IRC上面 那 這個其實十一月 十一月已經有 一個百多個不同人出現過 那 目前 就實際真的有 可能試圖改過文件 改過上面的一些想法 提供一些意見的人 可能就有六七百年了 好 那 臨時政府 我們辦一種活動 叫Hack Song 那Hack Song 就是兩個字嘛 就是Hack Song Hack Song Hack Mara Song 就是說 什麼意思呢 因為馬拉松就是一直跑步嘛 那Hack Mara Song 就是一直寫成詩 那 就是一定要吃很多東西才能寫 所以就非常重要 那 到目前就 大概辦了七次的Hack Song 大概平均兩個月一次 好 那 你可以看到上面 我們那個Hack Song名字 都是以 台灣近代史上面 戰後史上面的 重要事件做為祕名 好 那 這個其實有點像 叫做Civic Hacking 就是說 我們用寫程式的方式 協作 就是說去做 去試圖改變一些東西 然後看是不是可以讓 政府 或者我們生活的環境更好 那這件事情 其實在世界上各地 這幾年都 滿熱門的 滿 滿火熱的在發生 就是 在美國 英國 然後韓國也有 然後台灣這邊 那 Hack Song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 一大堆食物 食物 食物 那食物之外 當然我們還是要 做事情 就是說 那一般來講 它進行的行儀式是說 我們早上九點半的時候 就開始介紹 大家講說 欸我最近在做什麼project 我想做什麼project 可是我不會什麼 我已經做了什麼 我需要什麼人幫忙 然後大家快速地自我介紹 去辦公宣 每一個人介紹自己 兩三個關鍵字 欸我是寫軟體的 我會什麼 我說我是寫文章的 然後 然後 然後結束之後呢 大家就開始 聊天 然後吃東西 然後找團隊 看今天想要完成什麼東西 然後就開始一整天 大家就分組自己去 那有人會 他可能是設計師 他就會幫很多組 畫一些 做一些design 或者是怎麼樣子 好那 重點是說 到了下午 五點多的時候呢 我們就做 當天的成果報告 那 通常早上 就是有提案子 下午 欸就會稍微有一個成果出來 所以這個非常驚人 就是一天內的這個東西 那 剛剛一開始看到那個 呃 那個什麼 余亮圖那個 呃 今天是懸浮維力圖 那 那個之前的前身 他其實是余亮圖 那我記得 他的 他應該也是一天內 把那個就是 可以畫得很漂亮的 那種功能做出來 好 所以非常有效率 但是沒有紀律 就大家就是很有效率 很多事情 然後 就隨便了 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會在 T-Hot上面 也有蠻多的 contributors 在T-Hot上面 那 比較有趣的是 呃 在 在裡面參加的人 他其實 會用很多不同的語言 因為我不是說 呃 通常來講 我會做的時候 社群會是 會是語言分 或是語 以平台分 比如做Mobile 然後做 比如說 我寫Ruby人 我寫Pearl 這樣子 會用語言去分 可是臨時任務 是一個巨大的大雜貴 所以每個人他可能 就要稍微講一下 他會什麼語言 然後 希望和什麼樣的人 溝通溝通 那其實 可能會有點沒效率 因為大家會的東西不一樣 到合作的時候 可能就 有點麻煩 好 但是其實 其實 回想起來 有些不一樣的話 我們覺得說 我們兩個語言不一樣的話 那我們就需要一個 共通的資料的結構 那這個東西 可能就剛好變成資料的標準 所以就是說 我們兩個可能是做 某一個東西的前端跟後端 那我們把中間的這個格式 溝通好之後 就可以開始做 那除了一般的程式語言之外 其實 也有蠻多人是用 TXT這種語言 那 大家要寫TXT 他只要用群務法 就可以寫 所以也是有蠻多人來幫忙 寫文件 然後寫介紹 因為 寫程式人通常不太喜歡寫文件 或者說寫一些介紹 那就會有人來幫忙 那另外也有用 JPZ這種語言的 就會畫一些圖 那大家可能有看過這個圖 是之前 在 推動 反黑衣箱圖帽的時候 那這個圖 其實也是從 歷史上圖裡面 的人畫出來 其實他們 他們是好幾個人 就在討論說 大概想要什麼樣的概念 然後就先畫一個草圖 然後 就是 它其實完全就是 用文件措施的方式 應該不是說開發 就是畫這個圖 但是它先把草稿丟出來 然後拉Comer 然後 蓋蓋蓋蓋 然後最後有一個WireFriend出來之後 然後 它再對每一個小人 慢慢的上色 中間爆料 好像有人幫忙 我忘記了 然後最後 最後 它最後 最後 它是用這個 WTF You want license 這真的是一個license 雖然有點髒話的 就是 你不用做 不受任何的規範 然後像是CC BY 你必須要標註出處 那這個其實就是說 你可以隨便拿去幹嘛 都可以 我不管 你就用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在零食證物裡面 其實 蠻多人 它是 可能不顯然是 可能有百分之六十人 是顯然是 那另外四十人 不是 那像這個是 那 就是說 這種運作呢 其實就很像 OFENSO的時候 它提一些想法 那可能都很ROUGH 然後慢慢把這個想法 具體化 那什麼叫 把想法具體化呢 就是 你可能想像 如果這是立法院 它覺得立法院 再要哪些 可是你光 講出來 或是用文字寫 可能 還距離那個太遙遠 所以 它就用線上的一個 Markout問題 把它稍微畫了一下 它就是 呃 稍微畫了一下 它應該 它覺得它應該長什麼樣子 然後可能做一些說明 做點了這個之後 會怎麼樣 會比較 好 那 有了這一步之後呢 有人就可以接著做下一步 把它變成 是真的HTML 真的是 真的網頁的內容 那可能它的內容 還是隨便講 說什麼 要 要 科檔其實提出 企業號新鮮計 畫面就是這個 總之就是 它就可以做一個 象徵的網站 那是資料理還是假 那等到有資料出現了之後呢 就可以塞進去 整個就完成了 那所以 像一開始想像是說 這個立法院網站裡面 會有一個立面影城的單月爐 那其實我們剛好就是前幾個禮拜 前幾個月參加 那今年也要有FF 把這個做出來 那 這個後來有上新聞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你可以現場看 立法院的轉播 不過 我來講demo一下 不過今天好像他們吵架 已經先休息了 對 今天沒有的live demo 好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是說 立法院他的 他的 其實以他的 資訊系統來講 在那個年代已經做得還不錯了 好 他在好幾年前就已經 現場轉播 可以直接看 好 只是只用愛意看 那現在不知道還有誰用愛意 好 那蠻多人其實可能只用 製造網站 他就都沒有辦法去 存取我們的 國會的資料 其實這個應該是 不大好的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抓起來 Sense code過之後 把它變成一個 變成兩種 跨製他就可以使用了格式 讓你在上面看 好 不過面立法院這個東西真的是蠻古早的 所以 只做這個的話其實可能 是蠻無聊的 因為他只有他的 就是 他的意義在 所以我們為了讓 這個東西比較好玩一點 我們就加一些 奇怪的功能 就是說 當你在看這個委員的資訊 或是說 政府關鍵的薰大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他 不大好 講的不大好的話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丟雞蛋 或是丟西瓜 好 那或是丟鞋 對 好 但是我們不是 只有做這些比較負面的事情 你覺得他講的不錯的話 你可以護航 然後他下面有一個 綠色愛的就是護航 然後護航是幹嘛的 就是會有時候展開出來 然後你多按幾次之後 那個爽會變成黃色小蛋 你看 看好這樣 然後這個 不是你自己丟爽的而已 這個是全部連線的 就是大家在同一頁上面看 然後我丟的話 你也看得到 對對對 太多分類 看起來有人看不出來 好 那上面還有蠻酷的功能 就是你也可以 除了護航這個 小鴨之外 你也可以幫他張這個補鞋網 就立著那個瓦之後 然後別人丟的東西 就會被彈走 可能不會在上面爆開 然後 不是 我還很容易試做一些 非常厲害的事情 其實 還沒有效果 好 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一個 很像open source精神的一個累積 慢慢把一些東西 先從一個poreotype 大家可以看到 左邊是最早的logo 我們隨便亂做的 然後後來就想說 我們要把它做得更醜一點 這樣才會有人看不下去 把它變好 好 所以後來大家 甚至就有個 沒辦法設計師 看不下去 就幫我們做的空間 然後後來就說 欸我們要來 印一些輸出點 他說不行不行 上次那個我隨便亂做 我要做一個 更入台的 所以他就把它做得 像我們現在用了 往去手的是 右邊這一個 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 每個人接著做 就是接管的 一個想法 那我們就可以用 就每一個人 累積一點力量出來 就可以 就可以變成一個 比較完整的生活 那像這個左邊 他是 裝上氣象律 他的雨量 他可能在 颱風來的時候 都會常常去看 好 那 他其實做得還不錯 只是解析度 不是很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他大概一個小時 還是半個小時 還是一個小時 來更新一次 那其實雨量站的資料 他其實每十分鐘 就有更新了 所以我後來就把這個雨量站的資料 都抓下來 然後即時更新 那 右邊呢 我就先 隨便做了一個很簡單的版本 他那個版本 你可以看到說 他其實只是 側站到每一個點 他最短的距離 那一塊就算這個側站的去畫 所以他會有很不連續的樣貌 然後就看起來就很熟 對不對 比左邊還熟 對不對 但是其實他的重點 並不是漂亮或重點 而是說 他的資料已經數值化 變成說 你可以做更進步的處理 所以當我做到這一步之後 丟出來 那 接著 接下來就有人把它做成這個樣子 超厲害 好 那這個是 這個跟早上大家看上面一樣 也是 也是動態的 就是你花鼠一到每一個 雨量站的點上面 他都會顯示 這個漂亮的數字在上面 那 因為這一個 這個 這個 YL欄他寫的這個東西 他也是我們所有的出來的 所以 所以當前兩個禮拜 那個 空氣很差的時候 我把這個東西改出來 我想我一開始想 其實就花了很短的時間 30分鐘 因為 他的那個資料 他現在也是比較 比較好的 接取方式 那和之前 一樣的那個 基礎的 基礎的Library 都起來之後 做出這樣一個東西來 那其實下面很多都是說 關於我們 獲取的資訊 怎麼樣可以 更好地呈現 或是說 更即時更友善的方式呈現 那其實 我覺得 一個蠻重要的是說 有一些 窗向的溝通也是蠻重要的 像大家 可能會常常看到 因為現在新聞記者 他可能壓力很大 所以他可能隨便寫一寫 就要上台了 那可能不會做很多查證 好 那大家知道現在Facebook轉貼的方便嗎 如果你看到 你今天看到一個新聞上面 想說 欸 月球上發現古文明 然後你就轉貼出去 給你的朋友看到 然後 隔天你發現 這是一個假新聞 那你不是用冤大的問題 被人家笑說 這麼笨新聞你也算 所以 這個 它是一個browser的 就是你可以安裝在 Chrome的extension 或是Firefox 或是Squery 那裝了之後呢 這個 如果有新聞被人家回報說 是假新聞 那你在Facebook上面 或是其他地方看到 還以為跳出 個別的黃色的光光 就說 欸你注意一下啊 如果轉了可能會被人家 這個很笨 就是 因為大家都已經裝了這個buckin 所以你一轉之後 你的名字就出現 然後這個 假新聞就出現 下面就說這個 有問題 那所以這個 這個是讓大家可以回報 錯誤的新聞 或是 沒有扯證的新聞 客觀事實上 有錯誤的新聞 那就再這樣 提供一個警告 然後這個是 也是Hexone 像 8月的Hexone的時候 讓你忘記做了 基本上 這個東西的雛形 基本上 就是一天內就完成 當然 一開始不是長的 像這樣這麼漂亮 所以後來 後來 Damnix 他花了一點時間 把它沒化 但是基礎的功能 一天內 在黑客送的當天 就把它完成 那還有很多有趣的案例 像是 標案分析 你可以去查說 大家知道政府都要招標嗎 然後 你可以去查說 是不是有兩個廠商 常常同時出現在 同一個標案 然後我們留得標 或是 有一些奇怪的behavior 就可以做一些分析 所以 那 譬如說我們可以去查說 所有關於雲端這個關鍵字的標案 到底分布在哪一些單位 它是哪一些單位也都標出來的 那實際上內容又是什麼 那就發現 平衡都是蓋機房 並不是在做一些軟體或是平台 那 那 其實 以上講的蠻多 一些開放資料的 應用範例 蠻多其實是 在那個資料還沒有真的被開放的時候 我們就 就直接把硬蓋下來 然後做出來 好 那 其實政府有在推動開放資料這件事情 大概從4月的時候 有上線一個data.gov.tw 它是一個 data的入口網站 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哪些單位提供哪些資料 然後是什麼格式 那它分析頻率什麼 就是data.gov.tw 好 那在這個之前 其實12月之後 我們就已經先上線 搶先上線data.gov.tw 大家發現這個 可以改一個字 就變得更好 或是 或是就得到未來的這幅網站 那其實它是一個Q&A的網站 就讓大家去問說 哪邊有什麼什麼資料 或是說 現在已經有了 可是我想要把它轉換成 傳球data 可以做下一步的處理 有沒有人已經處理過了 就變成一個community在上面 問現在需要哪些資料 那所以同時 因為它這個有勾緊勾能 它等於 越熱門的資料可能 政府就會想辦法去溝通 讓他們做溝通 做是可以優先開放這些東西 那所以 這也是另外一個特殊政府對政府關係的例子 就是 query 研跑會主要是在推動 主要是負責推動這個單位 那他們前陣子 有是 有在 更新他們的授權條款 就是上面他們要有一個公版 每一個單位它釋出 基本上就follow這個就好 每個單位不用自己在請律師去判出到底要怎麼 那在這個版本被公佈之前 其實它就很細了吸引到社群來問說 沒有大家有什麼common 因為我們可能是 資料蠻重度的使用者 那所以 那所以 我們接到這個 我們當然選的就是open open source的方式 就是我們把它貼出來 讓大家 大家一起給common 然後我們 整起來 真的有意義的內容 我們就送回去給他們 然後去參加他們的會議 那實際上 在computer裡面 大概有提出了 可能將近十個建議吧 那大部分後來都有被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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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另外有一個 另外一個專案呢 它是 它是其實是從歐洲的一個專案 被送它的啟發而來的 大家知道網頁404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 它可能網址錯了 或是內容被刪除了 就是404找不到 好 那那個 歐洲這個project 他是想說 讓美國網站把404的領域捐出來 然後去顯示 失蹤兒童的資訊 就有點像 在美國的話 他們是把它移在牛奶頭上面 那就是說 讓失蹤兒童的資訊 有更大的機會 曝光 雖然現在大家可能 很少 剛剛是一次無緣 那時候還是多一些 不管好的機會 那所以 開始發起這個專案的 他就想說 欸 在台灣應該也可以這樣做啊 好 那其實你可以想像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資料工碼 但是它其實 背後有很多複雜的事情 是要 和 這個資料所有的單位 就是 耳少主力 失蹤兒童的資料 關於東西 去做協調 說 他願不願意把這個資料授權 開放出來 然後 我們幫他做一些介面啊 放上去做什麼樣子 那其實後來還討論到一些蠻 advanced的東西 譬如說 這個照片 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 變老化 譬如說 3歲到30歲 已經過30年 我們可以模擬說 他現在可能會長什麼樣 之類的 所以今天還想說 東西可以做 那總之這個在前幾個月就正式的上線了 那也 就是開放很多網站去加入 使用這個服務 那像是蘋果日報他們也有 所以如果你去Apple Daily的話 然後後面隨便打一串網址 應該就會看到這個生意四 那 也有人做有樣動物認養的一個平台 他希望就是說 讓你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立刻看到說 現在收容所 現在進來了 新的流浪動物 貓 那就是 也是更大的呼光機會 看能不能 趕快讓他們 能夠找到家 不然很快打造 那個 收容的東西 大概十幾天就會被 安樂死 那 前陣子有一個新聞是說 有一個議員去 出國訪問回來 然後那個 報告上面 只有三個字對不對 叫什麼 牙獸站 牙獸站 那其實 其實大概好幾個月以前 就有一個 他是一個部落客 就是專門寫一些財經啊 相關的一些部落客的文章 然後他就是 他寫了一天 就是說 請大家去打 打電話 叫立法人不要亂開禮實會 因為我們還有他寫之類的 然後那一天文章就爆料 然後他的部落客就被關閉了 那我那時候就看到說 欸我覺得你這個想法 你有意思 我就E-mail給他 講說 講說 其實現在有些技術 可以解決這問題啊 你可能要叫他 什麼東西就OK啦 然後我順便跟他講一下 立法人在做什麼 他就說 欸這個很棒 很有興趣 我也很想做主題 那他想要追蹤說 公務員到底都去哪些國家考察 那是不是某一些單位的公務員 特別喜歡去哪一個國家 或是其實所有的公務員 都特別喜歡去夏威夷 或是什麼地方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統計出來 那我就跟他講說 OK那你就把你的提案稍微寫一下 貼出來 然後可能過一陣子就會有人認臉 那貼出來之後可能 後來好像是過了兩個月吧 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就是都沒有人去理他 有一天突然就有一個人開始 他就開始貼連結了 他就貼說中央的他的報告在哪裡 然後台北市任服人在哪裡 然後台南市任服人在哪裡 他就先開始蒐集資料 然後過了不久之後 他又開始把這些資料都抓出來 變成結構化的資料 然後他突然有一天 這個網站就出現了 你可以看到地圖的E-mail 欸果然是沒 這連鎖是本來的 什麼之類的 那這些 那這些 那這個其實他也在GZ的project裡面 變成自己的open source 就是說 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人 他就可以去幫忙 那所以其實 以上講到的這些 東西 這些東西 大概有十七二十個project 都在一年之內發生的 所以非常驚人 就是 動作很快 當然有效率 但是你給人家做的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紀律 就是非常鬆散 然後亞群人在那邊吃吃喝喝 莫名其妙就有城市跑出來了 好 那這個叫做 初遥的公司進行的城市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網路 長這個樣子 什麼叫長文長 就是說你的browser會動 然後有HTTP 最有Volocode 其實 是 有點類似這樣子的發展方式 主要在制定這些 網路的標準的IETA 他們就 他們用的想法就是這樣 brows consensus sroom in code 我們只要大概知道 我們需要什麼 而不是說 全部規劃 說我們需要一個browser 需要一個 可以傳遞 hypertext的browser 然後才開始做事情 而是說大家就開始先 先讓程式會跑 先做一些browser 先做一些簡單會動的東西 用用看好不好用 然後可能有好幾個版本 然後反正沒關係 我們大家在看 這好幾個版本 直接怎麼整合 或是怎麼樣用同樣的protocol 然後最後再慢慢consulting 變成真正的standard 所以是個想法 跟一般傳統運作上面 會想說我們定好目標 執行ABC 然後KPI怎麼看 是蠻不一樣的 但是又非常非常有效率 所以在20年內 我們就可以讓網路 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好 所以回到一開始 其實您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寫成式改造社會 拆政府原地重建 我們並不是把政府真的拆了 你說我們把網站拆了 對不對 但是它原來我正這樣還在那邊 但是我們做了一個更好的東西 原地重建 只是網址從那個 O換成0之後 就到2.0版 對不對 好 所以回到一開始問的這個問題 尼斯政府是反政府組織嗎 應該是不用回答的 但是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WalkingEyes 但是它的comment 我覺得是它的意思 就是說 尼斯政府它其實不是一個 反政府組織 它其實是 它是一個 聽起來 它聽起來像反政府組織 但是它比較像反酸民組織 然後就是 鼓勵大家直接開始做事情 那什麼是酸民呢 酸民就是 應該大家知道 就是說 啊這沒用嘛 就是一行文這樣酸民這樣 他說沒 這做成這樣 這很醜 然後不管 就是我們就不管 就直接開始做了 然後看看是不是解決到 然後我們自己的東西也解決到 其他人的問題 然後看來是不是可以讓 一些 東西更有趣 好 那其實 嗯 認真講 歷史政府已經變成一個 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也有人在裡面認識 然後就結婚了 對 然後還有什麼 好多 好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裡面還之間的 熱舞社 登山社 總之它是一個 非常鬆散的組織 然後大家就 有什麼共同寫程式之外的興趣 也一起 也一起 就是 變成一個巨大的 對 在裡面認識什麼都沒有 SIG 就是SIG 對 就是一個 特殊興趣的組織 好 那總之 嗯 其實林真本想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 我們 我們朝一個比較開放政府的方式 去邁進 好 當然 就像一開始講 我們可能還 不了解它的全貌是什麼 好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300年後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用 我們目前有的想像力 然後用寫程式的方式 那可能 可能搭配目前的一些開放資料 那如果資料不開放 我們就自己把它開放出來 然後就反正先用再說 好那 那用open source project的run法 讓所有人都可以 它是一個開放參與的 讓每個人都可以變成contributor 每一點點小小的累東西 都可以累積起來 那所以 呃 基本上就是 找一大堆人來玩 這樣子 那所以 呃 在林真本有一個作用品 他說 你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因為 有時候會有人 說 欸你們怎麼不做這個追蹤 好 比如說台南市政府預算 對對對 你剛剛自願沒有人就是 沒有人做這個 因為 當我們有很多沒有人的話 沒有人就是萬人 對不對 所以 其實 相當講 其實我們裡面大概 寫程式的大概只有六成 那其實也有蠻多不同領域的人來幫忙 設計師啊 或是寫文字的啊 或是就是純產品幫忙推廣 或是寫一些介紹文之類的 那 那 接下來是應該會辦在二月十五左右 對 平常的想法 不過可能 按照那個一直持續 應該已經是那個什麼 解除戒言 對 平常超級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 上來IRC上面 跟大家聊天 平常大概有200個人左右 那就是 K1那些技術問題 也蠻多人都很熱心 然後 如果是新手的話 大家都很熱心的 招呼 然後說 你可以做哪一塊 總之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 很熱心的 社群 對 好 所以基本上 那今天講到這邊 然後看大家怎麼想 論文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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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